来京找工作的大学生 为何流浪街头 吃不饱 不给发工资 还打人 他身无分文 为了攒入费回家 不得不靠捡控权水平 卖废品吃饭 睡在桥洞里 接下来叫我们去 去工地干活 然后我们现在咋嘛 平安三六五 我现在拿不到工资 然后不给饭吃 然后结果叫我们去 去工地干活 然后我们现在打骂 吃不饱 不给发工资 还打人 说了一天 给你五十块也四十块 现在哪有五十块也四十块 然后他们在冲冲 武器暴力 害我们哪边像 这里是平安三六五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在刚才的画面当中 各位看到的这几位讲述者 他们的遭遇 确实让人觉得很同情 又同时感觉到很惊讶 能够听得出来 他们都是到北京来求职的 或者说是外地 到北京来打工的朋友 那么他们到底找到了 什么样的工作 为什么会引发 这样悲惨的遭遇呢 我09年那年去 怀柔作演员被骗了 咱们不是说不愿意当情统演员 我也希望当情统演员 好多影视影院 需要情统演员 做演员当明星 然后可以走红地毯啊 演戏啊 挣很多钱 住大房子开好车 这是很多人对演员那种理解 也是很多人想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他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几位 和他们此时此刻 当下的悲惨环境相比 和那个演员梦 或者演员的生活相去太远了 那问题就是这些人真的是演员吗 生起演员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荧幕上光彩奕奕的明星 观众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 那些在背景中充当路人 站在明星背后 连脸也看不清楚的群众演员 虽然处于被忽视的位置 但很多渴望进入影视圈的人 往往认为 从群众演员做起 是通往演员梦想的一条途径 做久了群众演员 就可能会得到机会 跃上枝头 变成万众瞩目的明星 于是 许多涉事不深的年轻人 就抱着单纯的梦想 通过往上途径 渴望寻找到机遇 小牛的家在西北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 今年二十岁 他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更想自己也能演电影 开心 开心 就一直在想着 能有一些能像电影演员一样 吊着文雅在天空飞行 真的很想演戏 于是 这一年的假期 小牛选择去北京闯荡 想实现他的演员梦 我从网上看到一些 有关交穷众演员的信息 而且写得很正规 各种演员的工作时间和 报仇一目亮然 看到广告下面负责人的电话 小牛抱着希望打了过去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接受 没有表演经验的自己 你好 你们那里还招演员吗 是的 我们那里都招演员了 你去过来吧 我怕被骗 所以问了一下 带钱 需要带钱什么的吗 对方回答不用带钱 我们是正规剧组招聘 夏尔明好像真的就掉在了 小牛的头上 这真的是当幸福来敲门的那一瞬间 小牛的心情多好 于是接下来他开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但是看过了前边这样的画面 我想各位都明白 小牛做的不是一场演员梦 这仅仅是他的噩梦的开始 几天后 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小牛 按照电话里给他的地址 找到了在火车站附近 一栋商柱两用建筑里的演员经纪公司 你好 我们是来艺术的 面试我的是一名姓江的导演 他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 然后让我表演了一段 然后他说表演很好 让我到另一个办公室找经理 经理说如果想当演员 必须得有艺术照 在外面照的话很贵 然后在他们这照的话 他说八百元就可以了 如果不照 那就做不了演员了 做不了演员 那我不就白来了吗 没办法我就交了 交了照相费用之后 经理又让小牛填一份合同 每个月得交五百元的器材保险金 签多长时间就得交多长时间的 且一次交情 之前已经交了八百元了 要是不交这保险金走人的话 八百元肯定是要不回来 看到小牛在犹豫 经理发话了 你签了合同之后 每天都能接到戏 一天最少三百块钱 像王宝强一样 下一个草根明星就是你 当你遇到的任何一个景点 你要走进的任何一扇门 都要找你要钱 你就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小牛也是这样 不是都交过钱了吗 人家说这是照相的钱 不是报名费 你要到别的地方照相那就会更贵了 您看明白了吗 骗局现在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然后那个经理又跟我说 照相费是摄影师的 保险金是他们带保管的 等合同期满了以后 他们就给我 我就签了半年合同 交了三千元 究竟是实现理想的机会 还是片钱坑人的圈套 出来北京的学生 为实现演员梦 掏出父母的血汗钱 想赌一把 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请继续收看 平安365 晚上在公司的安排下 小牛住了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八十元 据说可以去剧组报销 第二天张导演给小牛开了个条子 告诉他怎么去剧组 小牛就踏上了去剧组的路 坐公交车来到了北京怀柔区 小牛给一个李老师打电话 他说会派车来接 有车接 我想应该不是骗人的 没想到来了一辆黑出租 到劲了以后 还让我付了四十元打车费 什么破剧组啊 到了以后 就是一笼通破贫房 所谓的李老师 询问了小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 就和之前那位经理一样 让小牛继续交费 三千元 还交钱 当然对方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而且说了你傻呀 三千你当演员 一个月你就回来了 等你成了明星 还在乎这点钱 后来那个李老师把我合同给收走了 给我说了一个什么理由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合同是放他那儿保管 小牛被安排到一个院子里去住 这个院内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 但与影视镜头里的衣着光鲜的角色相比 这些现实中的群众演员 24人居住在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 室内苍蝇乱飞 到了平房以后 有个穷众演员过来问我 你交了多少钱 我跟他说交了好几千了 我又问他 这也不像剧组啊 网上不是说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工资吗 这条件这么差也不像剧组 然后他就没说话 第二天工作正式开始了 凌晨四点起床 走陆续影视基地拍摄 第二天凌晨一点回来 早晨六点继续 一直从早上等到下午 副导演 副导演来拍我们站位 然后 就是让我们演一群难民 演了一两回戏 接下来好多天就没戏了 没戏拍 群众演员只能待在宿舍 不能乱跑 吃的饭就是白开水下面 菜就是大白菜 后来我慢慢打听到 没有戏拍是没有钱的 可是 穷导演员的工资都是当天发的 那天拍难民我也没拿到钱 每天关在屋里面 然后不给饭吃 然后结果叫我们去做苦力 然后拿不到工资 然后每天还被挨打 人家上面说的每人人头饭一百块钱 他最后到我们头上二十块钱 他们就五法五天的 就是欺骗行为 大家都不要再上蛋了 都该散都散 来这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是我钱都交光了 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开始我还想着拿工资 可后来他们把话挑明了 他说继续赖着没钱 我说我要告他们 但是有一个穷众演员跟我说 合同都让他们收走的 你有证据吗 你拿什么告 而且就算你拿到合同了 上面写的也很清楚 住房条件有限 不能因待遇太差进行起诉 还有一点 虽然合同上写着 甲方演员中介公司 暗月支付乙方群众演员的公司 但拖欠可口也没有证据 小牛是彻彻底底的被人骗了 其实您看节目的时候 一边看一边替他着急 看什么女研究生被人贩子给骗了 女博士让人给卖了 都觉得这不可能 受那么高的教育 怎么还能做出这种事来 这小牛正儿八顶的大学生 被一黑中介给骗了 那这智商难道还没有黑中介高吗 知识还没有黑中介丰富吗 我觉得差的就是社会阅历 2012年7月江西省南昌市 某高小大一女生刘斌 按据网上招聘演员的信息 来北京面试 却被面试人员问及三维多少 拍戏能否露三点 是否接受导演的潜规则等问题 刘斌意识到这是骗局 愤然离开 2010年 在广州烈士林园发生了一击 以招群众演员为诱饵的诈骗事件 80多位临时演员 每人被骗取了10元证件制作费 其中九成是高校的大学生 随后 这批受骗者到附近大唐派出所报案 2013年1月 陕西省西安市52岁的工艺事业者 韩星英快九岁的小演员韩韩 去西安一家名为黑马影视制片厂的单位 应聘试镜 交纳了5000元的培训费用 但之后许久没有得到回复 再去当时的办公地点已经人取镂空 演员群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 确实应当引起重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黑中介摆出来的这个骗局 从当中我们抽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咱们来看看 怎么样可以远离这些骗局对您的侵害 很多黑中介都喜欢设点 在西克站啊火车站啊那边 外地来的年轻人就很容易找到他们 因为他们对北京的影视圈抱有一个幻想 认为进这个影视圈很容易 就捡了个便宜 然后他们就赶紧过来 结果就中了圈套 所以很多年轻人从外地千里巧巧来到这边 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肯定不会就无功而返嘛 所以当这个黑中介第一次跟他们搅钱的时候呢 绝大部分的都会搅 因为既然已经来了 总得试试吧 不能就这样白白回去 何况万一能成功呢 就是因为这种被骗着存着的侥幸的心理 才会搅出第一笔钱给他们 如果是正规的经济工资 对演员的审查会是很严格的 不会像之前小牛所遇到的 无论是谁来 牵而易举的都能牵 而且正规工资不会巧立明目 向演员收取各种费用 凡涉及收费的 往往都是骗局 那后面再要你搅钱的时候 你总会一直想着 交了万一能成功呢 那如果不继续搅 之前的就不是白费了吗 所以就越搅越多 越陷越深 直到骗子把你的钱都骗完了 那这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如果你真的有耐心 那么就继续待下去 五年十年 直到某年某月 某个导演发现了你这么个人才 把你带走 就像很多群演所幻想的 王宝强的成功路一样 团里的事都长了少根 找不到了吗 哎我真的 但是这种几率 简直微乎即微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渴望成名的无数群众人员 99.9% 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 实际上做演员和其他的 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你有实力 如果你真的想进入这一行 最重要的途径 最正确的途径 还是要学好专业和你的技能 进入正规的影视学校深造 这样才行 小牛在群演大院里 目睹了这些受骗着的种种惨状 他终于看清了这一切 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脱身离开 可是他身上的钱被骗光了 小牛在北京人生地不熟 为了攒回家的路费 他只能在路边捡瓶子 这个为寻梦背井离乡 最终只换来伤痕累累的学生 向媒体进行了投诉 演员这个职业的背后 的确是有着炫目的光环 甚至于可以带来名利地位 这也就使得人们 戴着一双有色眼镜去看他 很多人对这个职业趋之若物 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一定会是那个幸运儿 甚至于大家津津乐道的 更多的是像傻根王宝强这样 一夜之间成为大明星的奇迹 但其实在他们的背后呢 更多的演员是通过自己 不懈的努力取得今天这样成绩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呢在这个事件上边 其实也折射出来了 很多很多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 生存的艰难现状 我想这恐怕也是要足够引起 一些社会部门的关注的 总而言之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千万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是可以中彩票的幸运儿 休息一会儿 来看我们今天的危机遗课 2014年5月3日中午12点 江苏省海门市正大游乐团的摩天轮下面 突然聚集了很多游客 原来因摩天轮出现故障 停止运转 有一对母女在里面足足被困了一个小时 江苏省海门市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到现场 经侦查好发现 摩天轮最高处 距地面有60多米 相当于10层楼高 而这对母女恰好在摩天轮最高的机箱内 消防队员们决定用人力 将母女乘坐的摩天轮机箱 拉向地面 一组人员爬上10米高的支架上 固定绳手 下面的游客和消防队员们 齐心协力 转动摩天轮 由于摩天轮重力实在太大 几十名游客和消防员 一次用尽只能下降一两米 几次轮番拉锯站后 被困母女终于成功回到了地面上